这俩单词同学们 里头呢 有发音是一样地方 但他们劈写不一样 第一个读作 garden 第二个读作 grass 也就是说 AR这个字母组合 可以发长音的 而字母A也可以发 那如何我们在听到 这个单词情况下 如何知道它是AR还是A呢 好 这里是有技巧的 首先AR和A都可以发长音 但是如果同学们记住 如果你听到的是 这个长音的A后门 跟的是轻辅音 s的情况下 那么往往只有一个字母A 你看这些规律 像咱们班级吧 叫class us 什么是 玻璃 glass us 询问ask 最后的last 快速的fast 那么下来我让你听一下 这两个单词 你听一下 面具读mask 你知道是哪个A了吗 是AR还是A呢 马上你看啊 过去past 好 你只要听到了 as 是不是 你就知道了 他是 他是啥同学们 留言区直接告诉我 他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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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带 这一带 这一带